我想跟各位分享 它这里面有一个卡片 卡片 卡片它可以做数值的运算 举例来说我们总共有多少的客户 我们总共有多少客户呢 所以我是不是 卡片里面我就去放客户名称 可是我们通常这里面 是要放多少客户 所以就会把这个客户 把这个客户改成计算次数 例如说计算次数的话 就是你有10个铅笔 就是1万笔的记录 这边我总共有1万笔的记录 我这边是不是有1万笔的记录 你怎么知道 我垂直卷就稍微拉下一点 有看到吗 1万分之458 1万分之663 有看到 我总共1万笔记录 但是我有多少个客户呢 我就把那个只要相同的名称 我就视为是同一个 这个叫做相议的计数计算 总共有771个客户 就是总共有几个客户 客户名称的计数 用相议来算出来 总共有771个客户 可以哦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来去 这个是卡片 这个是用卡片 然后麻烦请你们来去算 这件事情 来去算总共有多少个客户 客户数有多少 我现在我们要来去探究 更困难的问题 就是说 刚刚用卡片可以计算出 某一个数值客户名称 因为它里面已经写好了 计算次数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算出来 总销售额 总销售额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所以一样 我点选这个 这个 卡片最好加一个外框线 在格式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边界 好这样就加了一个外框 好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输入 输入什么 卡片 我现在想要算什么呢 我现在要算总销售额 2013到2016 那个总销售额是多少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勾销售额 打勾 然后预设是不是用加总 对吧 加总 然后接下来 他这边告诉我 我的销售额是不是 16.13 16个百万 16个百万 我稍微把字变小一点 这个 这个应该叫做资料标签 稍微小一点 好 16.13个百万 可以吗 然后记得把这个打勾 边界打开来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做看 总销售额是多少 16.13个百万 这也很简单算 假设你现在你想要算的东西是另外一种资料表 好 你现在要换资料表了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那如果我现在我想要呈现是一个资料表 什么叫资料表 2013年销售额多少 2014年销售额多少 2015年销售额是多少 这不是像刚刚吗 刚刚这一种这种资料吗 2013年多少 2014年多少 2015年多少 其实在这个地方它提供什么 它提供了一个叫做资料表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点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资料表 我们就只有值 首先放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放订单日期 而且这个订单日期麻烦请切换到日期阶层 这边是不是有年季月一 有看到 有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勾选销售额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2013年第一季 1月1号 销售额是这个值 2013年季度1 1月2号 3万2 可以吗 依此类可以 这是不是用一个资料表的方式呈现 这个叫做资料表 这个叫资料表 跟刚刚卡片不太一样 卡片就呈现一个数值 这也没有什么好记得 卡片 卡片 一张卡片 你就想说以前我们背单字 是不是 一张卡片 我们上面只会写一个英文单字 请你们现在动手 透过资料表 算出来 每年 每季 每月 每日 的销售额 是不是也很容易就 产生这张资料表 比如说当我现在 我要呈现这个年 我要呈现各年的销售额 或者是各年各季的销售额 这个时候你就只要把这个 因为我只要呈现各年各季 那我是不是就把日跟月删掉 删掉 删掉 是不是这边就只有 2013年第一季50万 2013年第二季60万 2013年第三季81万 依此类推 是不是就算好了 甚至你把季是不是拿掉 它是不是就变成各年 例如说2013年是2.9 2.9个百万 我们来看一下 延续性分析 2013年 对不起 因为我放的是销售额 这边我放的是销售额 可以吗 我再勾一下利润好了 对不起 这个资料表 我勾利润 我给大家看大一点 不然这样的话 这样看不太清楚 是大一点 可以吗 这个利润 利润 2013年是不是将近40万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那我现在 我现在 请你们删掉了 删掉 刚是不是订单 日期是不是年 季 月 日 然后请删掉 日 月 季 可以 请问怎么回复回来 不可以按负元件 换你们动手做 如何让它又回复回来 变成回到各年各季 各月各日 不可以按负元件 做完了吗 可不可以又回复回来 变成年季月日 可以 那你就是好猫 只要能够做出来 就好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不能按负元件 按负元件不算 那我们画面就用一下 不管你会不会做 只是有点脑筋提软弯的问题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订单日期 勾选 勾选到 例如说订单日期 它是不是就变成 整理每一年 每月每一日 然后请你再勾选 变成日期接程 它是不是又回复回来了 例如说 那个2016年季度是12月15号 然后销售额是多少 利润是多少 对吧 好 你要是不喜欢 你可以排序 这些都可以排序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例如说我只要呈现年跟月就好了 我就把季关掉 日关掉 然后这边是不是2016年3月8月什么什么 然后可不可以去调整 当然可以去调整 排序以下 2013年1月2月3月 一次类推 是不是就排出来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你绝对在这个地方可以去调整 更重要一件事 请问这张资料表可不可以汇出 不要不只这张资料表 好 这每一张资料表都可以汇出 汇出资料 在这边 汇出资料 可以吗 他汇出 你当中就把它汇出成CSV 然后看你要用ECL开 还是用什么开 随便你了 这我想不用再刻意教你做 如何用 如何用 这个 汇出 汇出资料 给ECL使用 好 就教完了 这个汇出答案 这真的很简单 汇出资料 然后点选 点选 例如说我放在下载里面 我叫做什么 2019-0926-超市 然后点选什么 存档 你看一下 在我的下载里面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这个 今天的日期 然后Market Analystics 然后你可以用滑鼠键 然后透过ECL打开 我想这个就不太值得你教 不太值得你们做一次 好 那我们 会做卡片 会做资料表 然后你也会去做资料的排序 然后做汇出 好 我想这应该就很够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教你 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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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至少先讲完 分群 本来分群跟预测 我想要最后讲 我们先教你预测好了 预测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开一个 对 对不起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想要稍微让你了解一下 DAX 所以我要把那个难度提升变成交 DAX 请问一下 现在这都是别人帮我们算的数字 这都是别人就是Power BI 他帮我们算的数字 你根本都不能取用 你都不能取用 例如说好了 2013年 2013年的销售额 想要跟2014年做比较 那你是不是要把2013年的销售额算出来 跟2014年的销售额算出来 可是你现在根本都算不出来销售额 因为这些数字都不是你算的 都是你透过卡片 或者是这个资料表来去画出来的 所以假设你今天 你要去做那个数值运算的时候呢 例如说好了 你可能 像刚刚我们讲这件事情 这个动态分析 我们现在是不是用年来分析 2013、2014、2015、2016 那你想要去做年月的分析 那你是不是会希望说 它能不能从2013年1月跳到2013年2月 跳到2013年3月 你就必须要先把每一笔的记录 每一笔的记录 你是不是要取出 这是2016年4月 这是2015年3月 你就必须要先做这件事 产生了这样子的资料内容 再把它放在播放里面 所以 所以 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要靠写函数 举例来说好了 我刚刚是不是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这里面 我们客户的总人数 客户名称有771个 那请问你 2013年的客户数是不是也可以算出来 对不对 2013年的客户数有多少 2014年的客户数有多少 2015年客户数有多少 2016年客户数有多少 这都算得出来 那请问你 我们要去算那个成长率 很抱歉 你就算不出来了 因为你取不出来那个数字 我也取不出来 我们必须要自己手动算出来 2013年的客户数 然后跟2014年的客户数 我们再去做相处 然后用1减算出来那个比例 就可以算出来 它是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举例来说你现在是不是想要知道这样几个成长率 0.4变到0.5 请问它增加率是多少 很抱歉 我们是算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先把2013年的销售额算出来 再算2014年的销售额 然后用1减这个 这个是分母 这个是分子 然后 然后接下来算出来的数值 数值减去1才对 这就是我们的增加率 成长率 成长率 可以吗 可以吗 有听懂这个增加率怎么算 知道吗 我还是要画一下 你们这个看得到吗 但是这个设计是做什么 白板 投影 投影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等于什么 你的分子 你的分母 分母应该就是 103年前一年的销售额 分支什么 分支什么 104年的销售额 然后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呢 减去1 这是不是就是它的一个成长率 可以吗 假设这边是不是0.4 这边是不是0.4个百万 这边是不是0.5 算出来是不是这边是不是1.25 1.25减去1 是不是成长了25% 可以吗 好了 问题是这个数值怎么算 我们就必须要 教你 所以我们怎么算出来这个数字 我现在教你做这件事 我的目标只是为了要去算 2014年的成长率 所以我必须要先算出来 2013年的销售额 2013年的销售额怎么算呢 在这边我们要用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选 随便你点任何一个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用新增量值 而不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通常我们只算一个数值 那请问你 2013年的销售额 是不是一个数值 对吧 好 请问一下 2013年的最大销售额 请问是不是也是一个值 我听懂 我听懂 只要当你只要算一个值的时候 那我们都是用什么 新增量值 记得住 好 为什么不是用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就是 每一格储存格都要算 那整个整行资料都要算 好 请问一下 我们要帮每一个学生排名次 我们要帮每一笔记录 排销售排行榜 请问是不是要算好多格 我有一万笔资料 我就要算一万格 这叫新增资料行 可以了解吗 只有这两件事的差别 你稍微知道一下 要是你把应该 你加走你用新增资料行 你怎么样算都算不出来 好了 所以我们先算一件事 103年的销售额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删掉 输入103年 销售额 这边我要介绍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函数 叫做智慧函数 智慧函数 Calculate 这个就叫 Calculate 计算函数 它就叫智慧函数 它前面是不是放运算式 前面是不是运算式 后面是不是筛选 筛选1 筛选2 筛选3 好 运算式 各位懂什么叫运算式吗 运算式就是 比如说 SUM 刮符 然后范围 这就是运算式 所以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加总 加总 销售额 这件事 所以SUM 当我输入 当我输入 我就 用 方向键 找到 SU M 然后 TAP 放上去 请问 我要加总的是什么 销售额 所以我就选销售额 游标移到销售额 太可见 右刮符 当我这边 这边是不是 左右刮符 对吧 好 加总 运算式是不是就设好了 因为SUM 刮符 范围 范围就是把那个销售额全部加总起来 逗号 然后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筛选条件 我是不是要筛选条件 我要的筛选条件就是订单 订单日期的年是2013 可以吗 这就是我的条件 因为我现在只要算103年的销售额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要去放这个筛选条件 就是放什么 订单年 订单日期的那个年等于2013 这就是我的筛选条件 请问订单日期的年 那我们是不是要用 What year这个函数 Y-E-A-R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放订单日期 所以这边用一撇 用一撇去呼叫订单日期 那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订单 这是工作表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一撇 所以为什么我打这个一撇 就是为了呼叫这些 然后再来用方向键 上下方向键选到 然后TAP键放上去 又刮呼 又刮呼 这是不是算出来就是 这个订单日期的年 对吧 我要等于2013 因为我只算2013 因为我只算2013的销售 所以后面就是一个筛选的条件 然后右刮呼 我这个右刮呼 是不是对应到这个左刮呼 可以吗 这就是我等下请你们创造出来的 103年销售额 因为不可能你永远都活在 就是我只要按几个按钮就做出来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是国小 国小就会等一个函数 方程式 好 你建立出来之后 那问题是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你要从这个最基本的 怎么样取出这些数字 开始写 好 按一下Enter键 我就算完了 103年销售额 我就已经算完了 至于是多少呢 我们等一下才能去运用 因为它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了一个 103年销售额 只是你现在看不到答案 请问一下 这个输入有没有问题 我的输入法很简单 我只有输入没有几个字 我输入CA 然后开始用方向键来去找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输入运算式 运算式我就输入SU 然后方向键来去找到SUM 找到之后记得按TAP键放上去 这个方式一定要会做 千万不可以用打字哦 你要是做错 我只会请你重做 我绝对不会帮你看任何一个漏打什么一撇 或者是中刮壶漏打 或者是右刮壶漏打 因为很有可能漏打 那你就要去看左右刮壶有没有对称 举例来说这个刮壶是不是对称到最左边 这个刮壶是不是对称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你要是刮壶下错的地方 是不是连标准的先乘除后加减都会呈现错误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好我们2013年算完 那我们来算2014年 其实你怎么知道自己算的是对或不对 其实你可以用卡片 我先把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的月也拿掉 好2013年的销售额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我这边我用卡片 卡片是不是点这个 然后它的2013年销售额 是不是跟这一样 这才是正确的 好就是2013年销售额 那请问你2014年销售额呢 怎么算 好点它 选到这所有的内容复制 复制会 复制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没问题吧 我再一次的陈调 2014年销售额 请问有几个值 2014年总销售额会有几个值 一个 所以我们就用什么 新增量值 贴上 会做贴上吗 会做贴上吗 刚这个地方贴上 跑掉了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为什么 为什么 跑好久 我跑出来 我不想要想打 你只要改几个数字就好了 2014年 好吧 那就再练习一下 销售额 空一格 等于 等于 可以 输入 ca tab 销 然后 是不是要去放 calculate 然后去放 运算式 运算式 就是 su 然后tab 销 销售额 代表键 然后右刮弧 记住 反正习惯就是 H1是一个函数 左刮弧所以你要对右刮弧 逗号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 筛选式是用年 日期 所以我用一个一撇去呼叫 呼叫什么呢 呼叫我们的 订单日期 Tab键 右刮弧 这个是年 就是取出这个订单日期的 年 它要等于2014 然后右刮弧 Enter 你看我这边 这边有一个2014年 所以一样用卡片 卡片 然后去勾 2014年 所以算出来是不是3.44个百万 在这里 3.44个百万 你要记住 这个数字是我们可以用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我们不能用的数字 可是它可以列表出来画图 但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不能够再去做计算 就只差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数字是可以做计算的 所以等一下我再带你们算出来说 那2014年成长率 销售额成长率 可以 可以哦 好 其实马上动手 来去做2014年的销售额 2014年总销售额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算2014年的销售成长率 2014年销售成长率 这边真的不能算 可是这边就可以用这两个数字来算 好 请问2014年销售成长率是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然后请 请请输入2014年销售成长率 好 所以这个销售成长率怎么算呢 它是不是分子 分子先输入了 2014年销售额 所以一撇 用一撇来呼叫 你看这边就只有两个 就只有两个 而且你自己算出来的数值 就只有这两个 2014年是不是上下方向键往下调一下 然后TAP键 我习惯 我习惯就是 跟那个运算符号中间有空格 空一格 然后一撇 这是2013 TAP键 空一格 然后要减一 减跟一之间就好空一格 然后请问 虽然我知道先乘除后加减 但是它一定会先转这边再减一 可是我还是比较习惯加个刮符 我个人的习惯了 我个人的习惯哦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 在方便别人阅读 方便别人阅读 因为一定是先刮符 刮符里面事情先处理完 对吧 好 Enter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咯 订单里面 104年的成长率 104年成长率 游标放在这个空白地方 用卡片 用卡片 然后104年的销售额成长率 这一个 所以打勾 然后通常我们会把它做成什么 做成百分比的样式 对不对 百分比的样式 所以我们会透过 透过 这边 有一个叫做模型 就是针对这一个 针对这一个 点到它 然后模型 然后把它改成百分比 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呈现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 2014年的销售成长率是17.1% 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用这个数值来去呈现 那一并都告诉你咯 这个地方是确实有一点难 但是 但是你自己算出来的数字是可以被取用的 这种的数值是怎么样都取用不到 好 好 其实我们现在不用手做 所以我们的销售的成长率呢 是17.1% 好 我们增加一个新的 新的 新的一个页面 我们来去做地理分析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个城市 很多个城市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城市来去画 来去画图 怎么画图呢 首先 首先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种 两种 三种 看似地图 对不对 请问 这一个就是地图啊 这个呢 叫做区域分布图 它画出来 它是画灵界 它把那个界 那个全部都画出来 但是它仅限于 它没办法画到行政区的灵界 它只能画 例如说台北市 新北市 这种灵界 这种省的灵界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还有这种 这是他认为相对更精确的 叫做ArcGIS 好 那我们当然通常就只有讲这个地图 点了地图之后呢 点了这个地图之后 我们要去做地理分析嘛 所以我们位置一定就是放城市 因为这里面的国家 国家像地区 地区我们大陆是不是有什么 东北地区 华北 华中 华南 什么西南 这些地区 问题是美国人 他可能不会设 但是 城市名称 他多多少少一定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勾选城市 他是不是就放到这个地方位置 然后接下来 他是会放大 放大 你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淡水 但是这已经不是在亚洲地区 亚洲在这边 好 可是你应该知道这都是大陆的城市 他像例如说这个金市 他就跨错位置了 那请问你如何做到比较正确的绘制呢 建议最好是加那个 例如说省 然后再加城市 结合在一起 你会画得比较正确 举例来说 基隆市的北区 合在一起来就画 跟台中市北区 还有台南市有北区 好 如果你今天把城市只放那个行政区 你只放北区 他到底是要把他放在台中市 台南市还是基隆市 不晓得了 所以建议要合并在一起 合并在一起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单位 要合并进来 目前内政部是这样做的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放了位置 放了城市 再接下来呢 我们通常画这张图 我们就想要来去看一下 那个各地的销售额 各地区的销售额 所以当我勾选销售额 他就会放在大小这边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 画出来的结果呢 这样呈现 有的圈圈大 有的圈圈小 有看出来 大小是有差别的 这边是不是有的圈圈大 有的圈圈小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圈圈的大小 圈圈的大小会受到一些影响 为了不要做太多点 因为你画太多点 其实对于大家在观看这个地图 是没有很大意义 所以通常我们会设一个标准值 例如说假设 超过两万以上的我才画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销售额 这边可以去设定 大于 因为它是用符合的 所以大于 例如说两万 套用筛选 20万 有没有看到 现在所剩的点 是不是就不多了 例如说10万 有没有看到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针对 就是说那个销售额 就是主要城市的销售额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观看到 就是说在销售额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里面 可以发现 上海这个城市的销售额最多 然后接下来是天津 北京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稍微小了一点 深圳 广州 这样是不是可以比较容易来去做那个地理分析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 那些小的点呢 刚刚很小的点呢 就被我过滤掉 这些至少都有10万以上 你这样就比较能够看出来说 各地的销售情形 有没有 从地理上面我们要看几件重要的事 有没有群聚 群聚就是说 它有没有聚合在一起 那 还有就是说 它是不是有一个 好像在这边有一条 这一条线 这是不是火车 火车的那个经过的地方 像有时候我们会看 它都是在那个沿海 那是不是沿海这边的那个城市 比较销售的比较好 类似这样子 这就是值得我们来关切的 可以吗 这就是地理分析 好 所以请你们 地理分析很简单化 那就是第一个选地图 第二个位置的地方请勾城市 第三 然后请勾一个识别大小的销售额 一定要是数值 它才能够做大小的判断 在接下来通常我们会加个筛选 例如说当很多很多城市的时候 我们就把例如说大于十万的把它过滤掉 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分析 请勾城市 那暂时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有大楼